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查尔斯王子结论王位 据美联社说 近几个月来 伊丽莎白女王越来越多的将职责交给了查尔斯和其他王室人员 因为他从一场冠状病毒的感染中恢复过来后 开始诅咒拐杖 难以四处走动 美国总统拜登说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一位有尊严 持之以恒的女王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发推文表示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 是七十多年来英国前伏后继的象征 团结的化身 我缅怀这位永远铭刻在他的祖国 铭刻在他百年世纪的爱心女王 法兰西只有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联合国的好朋友 时隔五十多年 两度访问纽约联合国总部 他坚定的致力于许多慈善和环境事业 并在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 向代表们发表了感能自身的讲话 伊丽莎白二世是英国历史上在位世间最长的君主 她出生于1926年4月21日 登上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王的宝座 绝非这位公主的初衷 然而十年之后 爱德华巴士因坠入爱河 情愿放弃国王的宝座 伊丽莎白的父亲于是继承王位 她的长女自然成为合法的王位继承人 1947年 伊丽莎白与她自己心中的王子 菲利普蒙巴顿中尉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为继承王位 伊丽莎白做了长时间系统的准备 1953年她举行了加冕仪式 我们说了伊丽莎白女王的去世 我们在聚焦中美贸易争端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周四 也就是9月8日报道 引用了三位知情人士的话说 拜登在这个夏季早些时候签署了一下新的排除程序 以免除从中国进口的制造材料的关税 但目前已经退迟做出最终决定 在川普期间 美中贸易战不断的升级 川普总统下令得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 几乎全部加征了高额关税 拜登政府上台后 为了对抗中国 几乎原封不动的延续了前任的做法 彭博社说 今年11月美国国会将举行中期选举 在此之前 如果拜登政府就这些关税的去留 做出任何决定都可能会在国内和国际上 给民主党带来不利的影响 保留关税可能会引起国内某些产业 对民主党的不满 而取消关税 这会被认为是拜登向习近平屈服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周三表示 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惩罚性关税不会取消 除非中国推进落实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和贸易原则 外界舆论曾认为拜登将会取消部分对华征收的高额关税 美国的通货膨胀的飙升 使这种议论更为热烈 许多人认为取消这些关税有利于额制膨胀 美联储最近表示 额制膨胀是它坚定的目标 即使发生经济的衰退 引起更多的失业 也在所不惜 为什么戴琪拒绝取消中国商品的高关税呢 印太经济架构 部长级会议 本周是在美国洛杉矶登场 美国卖艺代表戴琪在行前表示 中国只奉行自己的游戏规则 而美国必须要进行进攻和防守 加征关税和投资 美国要双管齐下 以对抗中国的贸易不公 为应对中国的贸易竞争 戴琪认为 美国需寻求更有效的工具 同时进攻和防守并用 就想把现有的关税 以及美国过去一年半中的投资和增加自身竞争力相结合 为了继续与中国竞争 我们必须把这种防守和进攻的策略结合起来 戴琪已在球场上一支球队提美式足球 另一支球队却是提英式足球为例 美式足球说的就是橄榄球 他幽默形容中美之间的贸易体系的根本差异 戴琪强调 过去美国认为 能在软硬兼施下促使中国进行经济改革 使其符合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 但美国已经认清中国 只坚持它自己的政策和观点 我们希望中国的经济能够像我们一样运作 以及符合我们和世界贸易组织假设和规范 那就是基于开放市场 而且政府和市场经济之间尽未分明 但我们没有看到 我认为中国追求的模式与我们完全不同 戴琪表示 中国与美国和全球贸易体系都存在着差异 并且关系紧张 因此美国应该寻找新的工具 以不同的方式应对中国的挑战 此前美国拜登政府积极推动印太经济架构 加强美国与印太地区国家的经济连接 被外界视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与中国抗衡的最新举措 不过鉴于许多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关系深厚 忧心抗中色彩浓厚 因此相较于传统的贸易协议 印太经济架构的谈判 并未涉及降低关税和贸易自由等敏感的议题 台湾虽然积极争取 但也没有加入 戴琪说 印太经济架构的创新 在于它超越了传统的贸易协议 在这个框架下 贸易只是一个大项目的一部分 美国高额关税不松绑 对于即将进入行任期的习近平而言 显然是个坏消息 因为中国经济数据显示 经济仍在继续的坍塌 中国对外贸易 除了意外的失去了增长的势头 据中国海关总署 周三9月7日的报告 以美元计算的8月份 中国的出口额 与去年同期相比 仅仅增加了7.1% 作为比较 7月份 出口增长18% 当时专家们曾相信 8月份会有两位数的增长 官方称 增长放缓的原因是通货加剧和人员价格高涨 导致全球需求减弱 此外 防疫限制措施以及钢汗造成的人员短缺 也影响了制造业 上个月 中国进口的表现也不如预期 仅仅增加了0.3% 7月份的增率为2.3% 专家指出 国内需求不忘和房地产市场危机是主要的原因 然而 对德国出口商来说 这是个好消息 对华出口罕见增长了4.9% 同期 德国从中国进口增加了9.6% 德国驻华商执行董事希尔德布兰特说 贸易数据显示 中国经济的齿能中有了沙子 进口增长的停滞 尤其表明 仍在实施的动态清零防疫战略 继续影响着供应链 最大的问题是 中国居民的消费情绪大降 他指出 在下月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之前 传来这样的消息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 不是好事情 中国领导层为今年设定的 5.5%的经济增长目标 势必难以实现 今年第二个季度 中国经济仅仅增长了0.4% 国际贸易基金组织 也预计中国今年增长率 只有3.3% 刘金经济研究院专家指出 由于全球增长放缓 未来数月中国出口前景不佳 我们预期中国的出口势头 在2022年余下的时间 以及明年会进一步减弱 他认为全球通胀 以及金融条件的收紧 正在对外部需求造成压力 现在我们进行一个总结 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目前都出了大问题 投资大幅减缓 消费萎靡不整 出口快速下降 预示说 中国的经济危机正在到来 近年来 随着习近平对经济的强行干预 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房地产泡沫破灭 地方银行流动性短缺 银行不良资产快速上升 民营经济奄奄一息 外资加速撤离 但这些对于直算政治上的习近平而言 都无关紧要 现在美国不放松关税的制裁 将会进一步加重中国经济的病情 寒冬已至 还沉浸在宋歌之中的习近平 能够听到中国经济脆劣的声音吗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